大家好 本期为大家开新剧《沉默天使》 改编自同名小说 其中穿插着大量推理 宗教 连环杀人等元素 故事发生在1896年的纽约 别给街道场景的布置 点个赞 第一集主要人物会逐渐出现 所以剧情会有点散 我也会细心为大家讲解 好了 回归正题 开始我们今天的故事 故事开篇是调查一起凶杀案 警察走在白雪矮矮的街道上 一滴雪从高处的桥上 吊在了自己的脸上 有人被害 而且吓唤了警察 于是警官赶紧敲响警铃 克雷泽勒博士被女佣叫醒 匆匆下楼 克博士是个心理学家 研究十九世纪 所谓脱离自己真实本性的患者 他的养子史蒂文 敲开了自己家的门 史蒂文带着一个吓唤的小男孩 来到家里 从他口中知道了 一个穿着女装的男童 在桥上被残忍地撕成碎片 克博士若有所思 赶紧让史蒂文去找摩尔先生 摩尔是一个人形摄像机 素描素画的本领很高 此时他正沉迷于美色之中 可是好事刚进行到一半 史蒂文驾着马车 赶来打断了他俩 摩尔听到了克博士的名字 知道事情的严重 就将金虫抛于脑后 两人驾着马车 风驰电掣 案发现场主持工作的是 纽约市警察局局长 西奥多·罗斯福 没错 他就是俗称老罗斯福总统的 美国第26任总统 在摩尔的坚持下 罗斯福让他进入现场 只要你受得了 忍着风雪和高度 摩尔来到了尸体旁 导演一个长镜头 完美地展现了死状 眼睛也被挖去 旁边的警员 认识受害人 名叫乔治奥 圣雷利 是孟子馆的男同纪 喜欢穿着女孩的衣服 取悦男性客人 第二天一早 摩尔来到克博士站 因为自己和罗斯福警长的关系 他只能让摩尔 代替自己去案发现场 看到摩尔做的画后 这简直是一幅理想化的 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画 对于自己没有一点帮助 还不如去头条 抖音 看看斯坦解说呢 摩尔只好自己口述 像被动物撕碎 喉咙被割得健库 右手被砍断 胸膛腹部被切开 肾脏和肺片散落一地 眼睛被鸟叼走 穿着女孩的白裙子 克博士若有所思 摩尔开口说 你要不要问问贤义凡 克博士有点吃惊 警察这么利索吗 就抓到嫌犯了 于是两人来到了精神病院 嫌犯是个没毒晚期的病人 也是个男计 他有些自残倾向 因离自己的男情人 抛弃了自己 一怒之下 将男友捅了二十几刀 克博士问他话 可他连小男孩的 眼睛颜色都不知道 他不是杀手 于是克博士 来找新上任的罗斯福警长 罗斯福警长的秘书 先见了他俩 他是整个警局 唯一的女警察 名叫沙拉 显然沙拉和摩尔的私交不错 他俩见到了警长 告诉他精神病院里的 不是凶手 并且说三年前 有一起和现在 一模一样的凶杀案 被害兄妹中的男孩 也喜欢穿女孩的衣服 被抛尸在屋顶的水箱 俊良奇有太多相似之处 这就是克博士的忧虑之处 于是克博士请求 看当年双胞胎被杀案的 验尸报告 警长拒绝了 这对于他两个局外人越拳了 他俩一看 这边不行 只好求助于沙拉 摩尔把男童惨死的话 给他 自己离去 罗斯福警长 今天的客人还挺多 男童计院的老板也来了 虽然警局内部很腐败 刚上任的警长没有实权 面对金主老板 警长还是要求他们停业 新官上任三把火 这两个计院老板 只好关了计院 把他开到了街对面 继续营业 狡兔三枯 回到家的女警察 看到惨死的男童 还是将文件交给了摩尔 要求是 案情有新线索 一定要告诉自己 自己身为女性 要在警局立足 拿到文件的克博士 一看文件里什么都没有 只好绝坟 把三年前死去的尸首挖出来 告诉孩子的母亲 能查到真凶 他只好答应 罗斯福警长 把一对兄弟 派给克博士 警长不相信法医办公室 只好暗中协助他 所以让他俩来协助验尸 克博士刚给兄弟俩开完会 出门走到马车边 捡起一团报纸 神情严肃 追踪放报纸的人 两人在车水马龙中 追赶到一处阁楼 无果 报纸里装着被害男孩的舌头 凶手 一直隐藏在他们身边 本集晚总结 调查凶案的小队 基本集结完毕 克博士 摩尔 沙拉 法医兄弟 小男孩採案的手法 和三年前的凶位案 有许多相似之处 继续罢案 阻碍重重 我是斯坦 我们下期再见